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早年的邵氏盛产了许多优秀的女艺人 她们都具备着几个品质 荣耀美丽 演技过硬 她们的优秀是现代艺人无法比拟的 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邵氏 就有这样一位女艺人 她17岁那年 就凭借着电影《美人鱼》 获得了亚洲影后的头衔 17岁的年纪就站在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当时的影评人觉得这已经是她的巅峰了 但事实证明 这个叫李晶的小姑娘 是具有巨大能量的 在之后的演艺道路上 她又参演了许多部经典的影片 塑造了许多的经典角色 但命运弄人和荧幕上的光鲜相比 李晶的一生却是极其坎坷的 她的一生由光明到黑暗 由辉煌到堕落 万年写满了凄凉 让人唏嘘不已 她就和林青霞交情颇深 是有着娃娃以后之称的李晶 1948年李晶出生于香港 家里有五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自幼就被受家人的宠爱 李晶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如雪一般的肌肤 水淋淋的大眼睛 让她看起来像瓷娃娃一样 和所有上演艺圈的女孩子一样 李晶对电影充满着兴趣 并想着长大以后就去当明星 但父母觉得娱乐圈太复杂了 不适合女孩子 但李晶却很任性 只要她喜欢的 谁都无法阻止 于是读女中期间 她就去报考了 邵氏旗下南国实验剧团的学员班 当时的南国实验团 相当于明星加工厂 只要考进去 成名的概率非常大 许多新华演艺梦的少男少女 都争相的去报名 参加考试 李晶那一批有两千多人竞争 但李晶依旧是通过着 自己过人的容貌和自身的表演天赋 成功的被录取了 并与郑佩佩 秦平 方银等人成为了同期学员 还在实验团学习的时候 李晶就开始了 在各大电影中担任小客船 虽然戏份少得可怜 但她却很认真 不断的积累和打磨自己的演技 毕业之后 李晶随即与邵氏签约 演长了一张辨识度极高的娃娃脸 公司为她定制了路线式古装戏 随后在《学手印》 《文素晨》 《宝帘灯》等古装的影片中 李晶都担当了配角 李晶虽然年纪小 但她清楚自己的目标 她发誓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要亮相大荧幕 成为女主角 黄天不负有信任 靠着那股任劲和拼劲 李晶很快地等来了机会 在《美人鱼》里担任女主角 虽然第一次独挑大量 但是有了前期的积累 李晶一战成名 并坐上了第十二届的亚洲影后 那一年李晶刚满十七岁 当时很多人觉得 这样小的年纪就获得了如此殊荣 以后很难有太大的成绩 但之后的几年 大家发现 小看李晶了 李晶是天生的为戏而生 以后只是对她的一种鼓励 并不是她的终点战 随后她又相继拍摄了 保镰灯、保镖等 叫好又叫做的影片 到了21岁 李晶已经参演了20多部影片 而且她拍戏很拼 很少用替身 这也导致了她不愿地摔裂了腿骨 不得不休息半年 除了那半年之外 李晶几乎都泡在片场 在李晶身上 我们能看到老一代香港电影人 对电影的虔诚之心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在荧幕上留下了诸多经典 那时的李晶啊 风光无限 不但事业上顺风顺水 感情也很如意 有一位相恋多年的男友 他们的爱情 一度被传为佳话 但命运弄人 在31岁那年 李晶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李晶21岁时 就找到了此生的挚爱 对方是同样优秀的 雷氏家族的长子雷绝华 和那些豪门公子不同 黄绝华堪称青年才俊 而且啊 他用情专一 李晶和黄绝华 是被公认的才子佳人 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们白头到老 但在李晶31岁时 他没有等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没有等来男友的求婚 却等来了男友的死讯 那一年 黄绝华死于心脏病突然 来不及告别 就突然离世 李晶从此一蹶不振 作品也随之减少 男友离去时 尚有母亲陪伴 他觉得自己不孤单 可谁曾想 四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 这样成为了压倒李晶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从此 他远离了喧嚣的娱乐圈 在35岁的年纪就开始隐退 他的光辉人生也悄悄地落下帷幕 娱乐圈隐退的艺人不在少数 看尽世界繁华 享受过鲜花和掌声之后 他们只想静悄悄地 过完自己的后半生 但是和那些隐退之后 依然获得风光无限的人不同 李晶隐退之后过得并不如意 而这一切都是他亲手造成的 退出娱乐圈的李晶 想炒房创业却赔得一塌糊涂 但真正将他推入万丈深渊的 却是因为他适度成性 迷上赌博的李晶一度输光了自己的房产和其他的资产 起初雷家和邵氏老板念其旧情会帮助他还债 但贪恋赌博的李晶就是一个无底洞 最后他们对他失望了 也停止了救助 晚年的李晶更加凄凉 睡眠的犀牛都不再联系 他一个人住在出租房里 过着行单隐职的生活 更让人心痛的是 2018年69岁的李晶死在家中 却无人知 后来是邻居闻到了异味 才报警的 而他的后事也是林青霞等人出钱帮忙办理的 林青霞也是一个重刑意之人 一代女性晚年却如此的凄惨 让人心痛不已 有人说是李晶自己堕落了 亲手将自己推向了最底端 有人说是男友和母亲的离去 让李晶备受打击 他只是靠赌博麻痹自己 有人说是他自己内心不够强大 毁了自己 但不论如何 李晶的后半生都是孤独的 凄凉的 让人唏嘘不已 曾经的香港第一家电视台 全球首家华语电视台的亚式 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 节目质量不断的下降 还被陷入了破产和停播的风波 江河日下当年与TVV分庭抗礼时 拥有强大的编剧和演员阵容 拍摄出了很多的经典电视剧 尤其是那些女演员都拥有着不可多得的华丽与美艳 冯宝宝出生于马来西亚 以童馨身份出道 儿时和少女时代拍摄的大多都是粤语电影片 是长城七公主之一 后期拍摄了很多电视剧 其中1984亚式的电视剧《武则天》 是她演艺事业的一个高峰 吴妹娘的角色还原度非常高 另外她还饰演过西施 杨贵妃等美人角色 苗克秀曾经李晓龙的《非文女友》 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至今未婚 有着圆润而精致的脸庞 大大的眼睛流露出一种让人心迹的美丽 曾经出演李晓龙的《唐山大雄》 《金武门》等影片 1978年签约的《立的电视》 《亚式前身》 在《情人剑》中饰演的是肖曼峰 《天残变》中饰演的是独孤凤 让观众记住了她 为签化出身家事议员训练班 从影近20年拍片100多部 出道就以饰演风流女子居多 古装扮相一流 电视剧大多都是以古装为主 1978年加入《丽的奇女子》 一句《让其奏红》 成为了丽的当家化诞 后期视野滑坡成为了二流化诞 《天龙觉》中出演的配角 南宫五娘轰动内地的1981年 《大侠霍原甲》中的 饰演的是日本女间谍英子 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中饰演黄荣 米雪在嘉义电视台出道成名 嘉义倒闭之后加盟力的 靠的是经典剧集《大侠霍与甲》中 女主赵倩南一决确立了地位 米雪的经典剧集非常多 在亚世期间 米雪和刘宋仁一直都是官配 如《大地恩情之谷独惊雷》 《贫宗侠引路》等 余安安周润发的前妻 16岁拍广告出道 在少数拍过的电影 也是在家是拍了电视剧 后来加入丽的 主演了亚世史上著名的电视剧 《大地恩情》和《天惨变》 是当时丽的最红的当家花旦之一 尼世贝原名尼文娟 是张国荣唯一被媒体立正的正牌女友 模特出身 长相甜美 身处高跳 电视剧成名作是亚世电视剧 《对对胡》和《甜甜四味》 荣惠文毕业于TVB的第六期议员训练班 1979年搭档过《丽的电视》 当年凭借着陆建明而在《丽的电视》 有着一席之地 1985年重回TVB 90年代初退出娱乐圈 关志玲中学毕业之后 加入丽的电视成为议员 待了不到两年 演了三部电视剧就去拍电影 从此就没有拍过电视剧 抱起敬长城电影公主的 议员训练班出道 1980年进入亚世 成为亚世的正台明星 从少女时代演到老 很多的经典剧集都有她的身影 突围1980年在黄山拍摄的 长城电影公司的《白发魔女传》 遇到邓爷爷时的合影 右边是卓一航的饰演者方平 抱起敬饰演的是练泥上 二人因戏结缘并成为了夫妻 阮佩珍1978年毕业于 并受到了丽的重用 出演了武侠剧《幻花喜剑路》 之后接连出演了 《骑女子》《侠盗风流》 《新变色龙》等剧集 其中1979年更为其量身打造 《怒剑民》《柳青双一角》 此剧成为了她的代表作 成为了丽的电视出镜率相当高的 当家花旦之一 丽的改组亚时后 阮佩珍继续效力 出来了众多的电视剧集 1985年的《八仙公海》 还饰演了《和仙姑一角》 同年与亚时约满 吓人吸引 还有这很多 在这就不一一细数了 随时比之一 自动摸不暖 这个 从丽的均iest エキ